大家好,我是Chisha,歡迎收看安博足球快訊 今個週中勾戰半準決賽次會合,會迎來生死戰對決 就在4月19日星期三,凌晨3時有車路士對王家馬德里 以下就為大家送上相關精選數據 講返主帥,林伯特重回史丹福橋,可以說是壓力很大 他是車路士今季第三任主帥,兼負重大使命 奈何第二次回來車路士,帶隊遭遇三連敗打擊 分別是輸了兩場英超比賽和一場勾冠聯 期間只是攻入一球,這位傳奇名宿明顯不是車路士的救世主 另外車路士過去六場各項賽事未嘗勝職,取得兩獲四虎 而講返進攻方面,車路士近期比賽踢得極之艱難 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風無力所致,之前一度連續四場無法入球 倉下對市將近20年以來的最差紀錄 而王家馬德里方面,4月份以來的五場比賽,單場至少攻入兩球 而且期間有過四場能夠保持城門不失 前鋒方面,奔心馬首回合對陣車路士首開記錄延續強勢表現 據數據統計顯示,過去九場勾冠聯淘汰賽,這位法國前鋒斬獲十四球 期間所遇的對手是有星日門、曼城、利物浦這些強敵 看得到遇上關鍵大戰,奔心馬的表現是越來越穩陣 至於王家馬德里方面,他們在歐戰歷史上 和英格蘭球隊兩回合淘汰賽的戰爭是十二勝六虎 其中今季十六強兩個回合是雙殺利物浦 令到他們近九場對陣英格蘭球隊取得七場勝仗 在戰過預測方面,預計車路士會一比三輸給王家馬德里 喜歡這條片的話,就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,BYE BYE